老张的粉丝聚集了中国最多的高质量男性 现在开始争其斗艳了 上一次不是做了那个显卡屋吗 然后有个粉丝说 我也是你的粉丝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显卡屋 然后他要给我寄一个让我试一下 多么小 哇塞 做的还真是很漂亮是吧 这是两块切割的亚克力 然后这是做了一个自己设计的电路板 这个是给显卡12V供电的 那他的供电 你看他的供电是用这个 这是戴尔那种特殊的笔记本的口 然后你看他是什么接口 不一样了 他是Occulink Occulink接口 他没有雷电 没有雷电 他里面就不需要雷电的桥接器 Occulink是直接跟PCIe4.0x4连起来的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变了型的 PCIe4.0x4的接口 所以他插的电脑上是不可以热插拔的 大家明白这意思 所以他非常的简单 他给了这么一个包 这个多少钱我还不知道 回头我去他的那个店里面 截个图给大家看 这是他送的一根线 应该是一个硅胶的线 这个线是给显卡来供电的 所以非常简单 你有了这个转焊器 你家里已经有的显卡 就可以和你相同有Occulink接口的电脑设备连接起来了 然后他的速度是PCIe4.0x4的速度 所以带宽是64Gbps 比这个雷电多了24Gbps 基本上是没有损失的 他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呢 你需要自己插一个显卡 比如说我这有这个4060 我这是4060Ti 输入最大是330万 输出给显卡最大是260万 所以你比较适合的就是4060 4060Ti 4070Super呢 应该刚刚炒就290瓦 AMD阵营呢 大概有6600 6800都可以 甚至是7800或者7600 如果是黑苹果的话 你得6800或者6600 最高就是260瓦 非常完美 这样一插电源线插 然后就OK了 详细的参数还是打到屏幕上 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 这是这个网友的Oculink的显卡屋的尺寸 这个是雷电3 雷电4的显卡屋的尺寸 只用看下面这个板板就知道了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东西怎么连 这是我的笔记本电脑 假设这就是你的笔记本电脑 然后呢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Oculink接口 那你需要买的一个就是这个板子 几十块钱 然后用一根Oulink的线跟它连接 这根线呢 大概也就是30块钱的样子 你的笔记本只要有一个多余的 NVME的插槽 最好是PCIe 4.0协议的 你往这上头 一插 你看我这不也是两个吗 这是NVME1 这是NVME2 这个电源插上 然后咱们来打开开关 看它已经亮起来了 然后我们开机 现在我用的已经是外接显卡的这个HDMI输出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常驱动的样子了 咱们来看一下系统信息 我这台笔记本啊 其实特别适合玩这个Oculink的外接 为啥呢 你看我这个CPU 13700H13代I7 16G的高频DDR5的内存 但是呢 就给了一个集显 然后现在这个4060一插 双显就来了 我这块非常稀有的4060Ti的16G版本 然后你看它运行在PCIe 4.0乘4 也就是64G带款 这个比雷电的40G 40G里还要包括这个DP的显示输出的贷款 所以事实上比它贷款要高一倍的 那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来赛博朋克2077跑个测试吧 咱们开到预设方案 超级光线追踪模式 1920乘以1080垂直同步关闭 平均帧数51.69啊 4060Ti 对这个来说简直就跟玩一样 把关线追踪关掉 超级模式 还是1080P 咱们再来跑一遍 直接开场 这个最复杂的场景 直接就飙到了70帧 超级画质预设 80帧 轻轻松松 60啊 这都没啥可测的了 接下来给大家 对马导之魂 也是现在刚刚下放到这个 Steam上 可以让大家玩的游戏啊 一切默认 2K 现在是一个巨复杂的场景啊 下雨 看到没有 加上这个像栗子效果一样的 这简直就是显卡杀手了 一击毙命 爽 哇 这光影做的 太好了 这打击手感 虽然是罐头游戏啊 强烈推荐给 有独立显卡的小伙伴们 哇 看这个剑 好了 小伙伴们 咱们的这个老伙计 自己做的 Oculink的这个显卡 显卡屋大家能给达几分 400多块钱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比黑店的显卡屋 还是要便宜不少的 另外呢 没有性能损耗 如果你正好有一台 性能非常强大的 极显的笔记本 那这个简直就是完美 带到哪就可以白嫖别人的显卡 看 这就是对马导 集成显卡压根就不让你玩啊